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一口气连干了几天后 我期待了好久的最终幻想期重生的冒险之旅 终于能小告一段落了 通关后对的屏幕是真的既回味又感慨 很值得 先讲结论 最近几个月其实出彩了游戏好几个 这其中有的起步大几十个钟头的充实流程 和大量变得花样的丰富玩法 玩过之后让我意犹未尽到生生忌组了 一个是如龙八 另一个就是FF7重生了 这一作肯定不是没缺点 实际上玩的过程中也有各种小毛病 最直观的 试玩版就吓到不少人的性能模式 画面火和各种光影问题 首发时有更新 但总体提升不大 前两天官方提到正在做补丁 并且应该不会等很久 因为我基本全是用性能模式打通了 说下实际感受 游戏中的演出过长很OK 主要是玩的部分 因为这代有的大量能自由逛的开放式地图 远景是实际建模 从野外到层层地图的画面 包括活动元素 要远比前作多而且复杂 估计因为技术力和项目攻击等原因 制作主只能取舍下 好的地方是这代 确实弥补了前作场景 看得很宏大 但实际能走的路线 基本是限定的 重生里就很有自由探索的乐趣 而且有好几处场景的美术表现力很赞 很有RPG式的幻想浪漫感 这次的角色建模 在上部基础上也做了细微调整 正常情况下 看得更生动自然 毕竟FF里的过场动画和特写也多 这代登场角色又增加了 哦对了 这代的音乐也很给力 PS5手柄的适配 包括正感 手柄外放声音和自适应板机等 这些都做得蛮细 整体的效果是很给游戏综合体验加分的 按理讲这些方面 也能体验出本作的开发规格肯定不低了 所以我才估计很多人都没想到 这次至少目前的版本 观感上居然出了明显的差点 性能模式有点糊 还可以选画质优先 在电视上配合运动补偿碗 但光影效果也不大行 过场演出基本都正常 玩的环节 包括场景和人物 有时几乎没光照的细节 角色面部会很诡异 另外场景中也有一些低分辨率的材质 人物与植被等元素 没物理互动效果 场景互动一些动作也比较硬 这些细节没做好 讲老实话其实也蛮遗憾 要讲没影响是不可能的 但我得强调下 尽管有了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这座整个玩下来的体验 依旧让我觉得很过瘾和难忘 性能的其他方面 倒都算是发挥正常 画质模式基本稳30 即偶尔会小掉下或跳针 性能模式绝大多数时候保持在60 也是偶尔会掉下 一般都有几帧左右 加载没做到全程无份 但考虑到这座的开放式大地图多 效率算很高了 至少从头到底没等到不爽过 有加载画面的时候 正常都在5秒内 关键是探索大型场景 会频繁用到的传送功能都非常快 这些地方我是满意的 所以又想玩本作 又主要担心画质的朋友 我讲句个人感受实在话 这座观感上的缺陷 确实挺明显 玩的部分其实也有些小问题 后面会讲 但这些掩盖不了 重生在内容规模体量 和包括战斗 各种之间任务设计 等等带来乐趣体验 这支款很精彩的最终幻想游戏 但从这来讲 因为剧情有的不小的变动 同时又有符合原作设定 从演出到对话的很多细节 能带来既重温又耳目一新 并且玩的部分 明显比第一章丰富 也更完善的体验 感兴趣的FF7新玩家 建议上一部要玩下 因为期待原版剧情精彩的地方 在于叙事手法 中前期的铺垫充满了细节 如果你还没被剧透 到时回过头看前两部 里边的很多桥段都很值得回味 好了剧情部分我们不讲太多 概括就是还在给下一部保留悬念 展开聊聊这座玩的部分 先看战斗 重生战斗 看着没去年的FF16那么硬派 但其实这一代战斗系统 熟练了后可玩性很强 我是中期以后 打着打着突然发现上限还蛮高的 某种程度上 接近ACT类游戏的感觉了 首先FF7重制的战斗是普攻 每人用三角剑发动的不同作用固有能力 防御闪避 以及可以事先设定技能魔法组合剑 战斗中可以用方向切换角色 通过时间和攻击防御等操作 会累积ATP亮表 使用技能魔法道具都靠它 而敌人血槽下面是力竭亮表 打到一定程度 对方会进入hit状态更容易积累 打满就伤害倍增输出时机了 不同角色会有力竭效果更强的攻击方式 或者针对弱点 用洞察能力等都能提高效果 所以上手时战斗的基本思路 就是用普攻和固有能力来斬ATP槽 然后配合技能和魔法加快打敌人力竭 破防后扩大输出 把斬的各种大招都堆上去就完事了 上一作战斗手感就做得蛮到位 但因为流程的原因 当时队伍角色有限 巴雷特和爱丽丝还不是近战型 而重生里 一是包括前部资料片的尤飞 以及刺鸿13和凯特西都成为可操作的角色 而且角色间的不同特性非常鲜明 强烈建议新玩家 务必要打下角色的教学战 和仔细看下说明里每个角色的招式细节 除了熟悉战斗机制外 从近战到远程 每个人物的打法套路 其实有很大的差异 乐趣也不一样 而且随着流程推进和越来越熟练 将技能术解锁和获得新装备和魔金时 还会再发现新的套路 前作尤飞DLC里的联手动作也加入进来 并且和固有能力一样 不用ATP槽 一是进攻和位移 甚至拉NPC队友的手段更多了 第二联手还有防御防反能辅助作用 也提高了远程角色的实用性 联手也为这作带来了 每个角色的极限爆发和召唤兽离场外 另一种大招 联手能力 游戏中联手能力有很多种 别看演出很华丽 以为噱头更大 重生中的联手能力 有的很实用的战术意义 除伤害外 会附带各种强力的buff 除了不同打法乐趣的角色增加 和联手系统等 带来了更多的战斗花样 动作部分 这代通过完美防御 加强闪避性能 削弱魔法 来更针对性配合自己的战斗打法 另外相对应的 除了战斗模拟器里的各种挑战外 这一作的各个大地图 也藏着一堆隐藏墙底等着你 想练手的可以挑战下全目标 或想更激烈过瘾一些 可以去打召唤兽 总之这作战斗 无论操作和打法 丰富性的乐趣上提高了很多 而且本身依旧保留了RPG的游戏性体验 流程部分也配合很好 尽量提供了选择的自由 这部分我总结的体验是 如果你喜欢动作类 或主打动作战斗的RPG 重生这作可以打得很爽 另一项本作中的重要元素 是几个大区域的开放式地图探索 这作中玩家能跑的地方很多 自由展开探索的地区主要有6块 视频前面提到过 流程中玩的部分也有些小问题 就制作团队为了填地图的探索游玩内容 每个地区基本都是开塔 找生命点 召唤寿祠堂 挖掘点 莫古丽之家 讨伐据点和古代物质等 其中几项很有清单式开放事件的味道 特别是在前三个地区 如果有强迫症的朋友 每个地区一定要扫玩才继续推主线 在前期阶段 可能会觉得那几个项目比较单调 不过首先大部分场景探索环节 给的正反馈还不错 包括奖励和不同玩法的地图任务 这个是基础 不然大家没动力逛图了 其次从第四个地区开始 制作主开始强调利用地形机关 来提高玩家到达特定地点的探索感 后面的大地图 越来越有RPG是迷宫的感觉 而且大部分地区 有的配合场景设计的陆行鸟 抓到它们要玩不同的小游戏 这个也就算了 其实我前期嫌陆行鸟屁股大 跑起来容易遮画面 而且动作也有点硬 不太高兴其他 但玩到后面 配合不同的地貌特色和探索设计 陆行鸟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而且游戏中后期 你会搭乘各种海陆空交通工具 实用性不一而定 但因为这座玩的花样确实多 流程整体上还蛮好玩的 另外插一句 除了这种半开放世界的地图探索 和城镇场景外 重生大后期也不乏传统解谜型的场景 然后在这对地图任务里 古代物质特别有意思 它也是每个地区分成先后的几段 不过除了有的完整的情节外 每个地区古代物质任务的玩法主题 还都不一样 召唤兽祠堂在早到后要完成QTE 一开始我是用这种突然方法搞定了 后来发现跟着节奏就行 对了本作的钢琴小游戏也很值得一玩 愿意练的话 高难度弹下来很有成就感还好听 召唤兽祠堂每完成一个 在虚拟战斗的召唤兽这里 就能选择削弱一挡 打赢就能获得它了 讨伐据点是打各种属性 或隐藏强敌战斗不用多说 各地区的莫古力之家 也是同一种主题的小游戏玩法 只不过难度足迹提升 后期这群家伙们还挺丧心病狂的 所以重生大地图探索玩法 有花样变化不大 单纯只是去找的部分 因为每个地图都完全不同 每次都让人很好奇的部分 作为这些地区任务的主题世界报告 并不是主线的必须性 所以本来也可以自由选择 要是看着地图上这些标记不清玩 心里不舒服也没事 游戏后半部分强化了探索本身的游玩 每个地区主题都不一样 这样跑图清任务时 也能保持一定的新鲜感 其次我得强调一下 重生的支线任务设计的真心不错 这部分和世界报告分开 当然也是可选项 但某种程度上 这座的支线又和主线关联 比如我就是一开始 光顾的扫图清世界报告 支线只做了三个 结果玩到周后期约会时 才发现好感度不够 谢谢你说出了我的精神 好在还是可以传回去 把支线补了 另外通关后在设置里 可以选章节晚和指定约会的对象 关键还能换装 为了避免一周末时 发生前面讲的这种惨剧 支线我建议 尽量都坐下 因为重生支线不算多 但很精 大部分支线都蛮有意思 有些有的专门的玩法 有些则能丰富角色剧情 很值得去坐下 还有这个我不知道 该不该算进支线里 卡牌小游戏女王之血 也有着自己的一段 蛮有意思的隐藏剧情 喜欢这类玩法的朋友们 就不用说了 游戏前期会结合主线 特意穿插几段 对战女王之血的桥段 不爱玩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 主线的卡牌比赛那段 是可以跳过的 这段的安排 是想尽量让玩家 能初步了解它的规则 而随着流程推荐 你多少总归会带着打几句 通过对战或购买 逐渐积累了一部分卡池 慢慢就会发现 这游戏的规则并不复杂 但配合卡牌技能 和不同策略非常有乐趣 和层正支线一样 这部分我也强烈建议 务必一试 多玩几局就会找到感觉了 其他还有像 包括穿插在流程 支线和金蝶乐园 一大堆小游戏 都是只要跟主线沾边的话 第一轮并不难 之后想去挑战 更高难度或白金党 才可能会比较魔人 和前面讲的卡牌 那部分安排一样 很合理 也算是在战斗之外 扩充了本作的 玩法丰富性和耐玩度 最后我想说下 重生人物刻画 因为这作有的 半开放世界的探索玩法 和大量小游戏 推进主线的节奏 容易被打断 玩家时不时 可能就去干其他的事情 但游戏里 其实围绕的全部主要人物 每个专门给的戏份都不少 并且始终用故事情节 和人物命运的变化发展 在掉的胃口 玩过原作的朋友可能知道 剧情推进到这部分 快接近一个爆点了 所以主角团成员 包括萨菲罗斯等 其他重要角色的人物刻画 开始加重笔墨 重生中这些人物 都有了属于 他们自己的重点桥段 有一说一 目前玩那部分的观感 虽然不算理想 但演出桥段还是水平在线 至于结局 已经知道的朋友们 不要剧透了 我只能讲原作到这里 某种程度上 也还是在铺垫 所以一切要留在 三部曲的下一部去解开 总结下 最终幻想机重生 是我觉得除前面讲过的 观感和场景互动比较硬 大地图探索有点甜内容外 还有除了贵 这桌的整体游戏体验 真的很最终幻想 值得喜爱该系列 和对它有兴趣的 所有玩家们一试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下期见 拜拜